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经常叹气 因为没有活儿 意味着没有工钱 本来就吃不饱 这更是雪上加霜了 家中也没有土地 无法耕种 只能是靠着打工赚钱 所以一家气氛沉闷 这石匠也是无奈 虽说自己的手艺不错 但是真正需要他的地方 太少了 正在犯愁的时候 门外有人喊他的名字 石匠林三住这里吗 林三听罢 立刻来了精神 立刻冲了出去 打开院门 一鸣穿着青衣 管事模样的男子站在外面 林三赶紧说道 我就是 你找我合适 管事模样的男子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神色 说道 我家里人外要修一座宅子 需要一名石匠 听说你是方圆数十里 最好的 所以过来问问你可愿去 听到此话 林三顿时来了精神 没有丝毫的迟疑 说道 我去 那人听罢 眼神之中闪过一抹轻视 说道 明日过来城里 李园外府上报道 似乎是命令一般 不过石匠林三没当回事 自己好不容易有了活计 可不能丢了 急忙答应了下来 妻子听到此事之后 也是出现了久违的喜色 赶忙给他准备东西 县城离着也就是十几里 根本就不用住下 来回跑就行 所以只需带着工具即可 次日 这时将林三带着工具 早早就到了李园外府上 可是到了之后 才发现 自己到得早了些 人家还没开门呢 不过府外已经聚集了七八名工匠了 大家彼此寒暄了一番 也算是都认识了 很快 府门打开 之前的那名管事 将众人叫了进去 到了侧院 这里有着一块空地 便是建坊所在 管事盯着众人 说道 诸位 之前都跟大家说好了 工程最好一月搞定 李园外乃是善人 工钱少不了大家的 刚说到这里 一名老者 穿着园外跑走了过来 看着众人 管事做了介绍 原来这就是李园外 石匠剑了 心中却是不以为然 凭着长相 就不像善人 这李园外咳嗽一声 说道 既然来了 大家就要把活干好 否则不要怪我不讲情面 话一出口 众人心中便有数了 不是个好伺候的主家啊 众人开始干活 大家都是吃过早饭的 一直做到中午的时候 管事带着下人端来了饭菜 都是素菜 不过都是穷苦人 能够吃饱就不错了 转眼三天过去了 收工的时候 管事拿了些铜钱 给众人算了工钱 唯独没有石匠的 林三有些不解 问道 怎么没有我的 管事听吧 笑道 咱们都是当初讲好的 你可是没讲啊 所以只能等工程结束 才能算账了 石匠一听 顿时傻了 心中暗自后悔 当时答应得太爽快了 在想 自己好像没有将工钱 赶紧出口问道 我的工钱是多少啊 管事听吧 稍加迟一道 跟大家的一样 石匠听吧 这才稍微放心 不过心中还是不安 一个月之后才能拿到钱 家里可是快捷不开锅了 哀求道 管事 家中实在是缺钱 不如给我也三天一劫吧 管事听吧 说道 这我可做不了主 我得去问问老爷 你等一下 说完 此人去问里人外了 也就是片刻之后 此人就回来了 说道 我家老爷答应了 只是这是你自己的缘故 可以三天一劫 但是每天的工钱 要少一枚铜钱 石匠听吧 怒火从心底生起 这是趁火打劫啊 这里园外着实有些过分了 但是想到家中的妻子 忍了忍 还是说道 好吧 管事冷笑了一声 此事便这么定了下来 三天的工钱给了他 少了足足三文钱 这对于穷苦人来说 可不是小数目 转眼就是一月的时间 工程快结束了 想着自己足足少了三十文钱 石匠心中都在滴血 白干了好几天啊 这石匠本是个老实人 但是此刻心中有着利器 眼珠一转 有了主意 次日 正在干活呢 管事骂骂咧咧走了过来 叫住他 说道 石匠 你去一下 咱们府门前的台阶 不知为何碎裂了 老爷叫换一块好的青石 石匠没有反驳 直接答应了下来 不过心中确实暗自冷笑 这就是他清晨用的手段 将台阶的青石换好了之后 石匠再不起眼的角落 刻了一个莫名的图案 最后一天 李源外亲自过来了 看着七八名工匠 此人脸色阴沉 说道 说实话 你们的活儿干得不好 为了惩罚你们 这三天的工钱减半了 众人都傻了 工程结束了 主家竟是扣了一半的工钱 这可是少见了 众人闹了起来 但是李源外只是冷笑一番 说道 再说剩下的一半都没有了 众人哑口无言 根本得罪不起此人 只能是吃了哑巴亏 石匠心中却是冷笑不止 众人拿着钱走了 李源外呵呵大笑 怎么样 又省了不少钱吧 旁边的管事立刻吹捧道 还是老爷高明 那些工匠 只能吃了哑巴亏 石匠回家之后 将钱交给妻子 妻子也没多问 石匠没有跟妻子说起此事 一个月的时间 李府确实发出了怪事 本是身体康健的李源外 突然直接重病 郎中请了数位 都不明所以 竟是说没病 无奈之下 亲人找来了一位 镇上有名的老翁 据说年轻的时候 老者做过道士 老翁到了园外家门前的时候 就愣住了 低头看到了那石匠刻下的图案 眉头紧锁 问道 这台阶换了多久了 管事说道 一月左右 老翁叹了口气 说道 不用去看了 叫家人准备棺果吧 人肯定是不行了 说完之后 随即转身离去了 也没说破石匠的手段 管事将此事 禀报给了李源外 听到此话之后 此人怒目人争 竟是当场就死了 家里人准备后事 许多天以后 石匠林三 带着祭拜之物 到了坟前 上香 烧纸 做完之后 按道 如此便可无事了 故事就到这里了 石匠本是个老实人 但是遇到了过分的圆外 才导致了石匠下了狠手 一切的起因 乃是李源外的贪婪 和欺压良善 不过这石匠手段 也是过于狠辣 应该也是有着反噬 所以才会亲自去上香祭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